好 那接下来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女士 为大家做点评和分析 吴女士你好 你好 子彤 那我们看到今年呢 是美国的大选年份呢 那最新的几份民调都一致地显示呢 特朗普是大幅度地落后于民主党参选人 前副总统拜登 那特朗普政府呢 还没有从连月的新冠疫情 和经济的萧条当中走出来 那如今又是碰上了一个 全国性的示威和骚乱 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那您怎么看这一系列事件 对特朗普选情的影响呢 目前来讲 特朗普的选情的确是不太乐观 因为呢有几十份民调都显示 它已经远远落后于拜登 尤其其中有一份拉斯穆斯民调 这个民调一直以来 对于共和党呢都是非常友好的 包括这样的民调呢 也已经对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 表示出它这个数据是不好的 再有一点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福克斯的民调 它里面就提出 里面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呢 65岁以上的选民 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 这些人都去支持了特朗普 但是在这一块选民当中呢 特朗普现在已经落后于拜登 再有就是独立的人士 这方面也曾经2016年啊 特朗普呢 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现在同样是落后了 就是曾经拥护你的人 现在已经开始嫌弃你了 再有呢我们知道啊 美国历史上如果说发生一些极端事件 比如说911或者说开战 其他这种极端事件的情况下 在任总统他的支持率 都会大幅地飙升 眼下美国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 再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事件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特朗普的民调不仅没有大幅地拉升 反而开始走低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乐观的 不过这次事件呢 因为有种族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也看到呢 现在有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在美国是比较狂热的 这些人会不会加大力度 对特朗普有一个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 特朗普很典型的 他这个有色人种问题 他的倾向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这一块我们还有待观察 但是不管怎么讲 只要经济不能够快速地恢复 他的股市不能够强撑住特朗普的话 他想竞选连任的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拜登方面 因为拜登确实年事已高 现在有不少美国人觉得 他的确也好像身体不能够再支持 所以同样也是有一定的问号 好的 感谢吴雪岚女士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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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